这里是百变拼装车的主题展览 我们这里所有的拼装车 都是由三位拼装车师傅他们做 这里面试机有介绍三位 董南神姐姐先生 二伦江嘉雄先生 还有西罗廖威艺先生 我们这里所有的拼装车都是他们制造 而且是他们开过来的 像这台拼装车 已经有三十年了 在意农作物的 他就是董南神姐姐先生制造的 他制造的拼装车 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会喷冷制 第二个特点 车头会喷 会做一个V制 第三个特点 在那台装载车上 穿满了国景色彩缤纷 有景色的作用 这三个特点 这三个特点 这是他制造的拼装车的特点 这台车三十年了 在农作物的 到现在也在开 四轮传动的车子 有加利箱 加利箱是六十多年前 美金报费军卡车上 拆下来 用到现在 这台车 柴油引擎 2700cc 日本马自达的 就是柴油引擎 四个气缸 人家叫做 车子 载重可以六到十吨 滑坡45吨 时速50到60 50到60 唯一的缺点 就是比较不环保 排放黑烟臭气 所有的拼装车 目前没有牌照 也不需要缴税 原则上 只能在农用 及产业道路上 引走 这台车 是二轮江江雄先生 制造的 电动环保概念车 六轮传动 多功能搬运车 主要是靠 电瓶驱动马达 在驱动油压的系统 油压的力量比较大 时速30到40公里 载重1.5吨 爬坡 约30度 后轮驱动的车子 但是靠着左边右边各四条铁链 把动力传到每一个轮子上面 六轮传动的车子 所以这三区困难地形行驶 比较不容易被困住 不论是在向道 载巷里面消防救灾的功能 也可以应用上 算是多功能的载运车 这台车操控也很简单 驾驶舱里面的红色操纵杆 只有前进挡 后退挡跟空挡 如果打空挡的时候 动力完全消失 左右两支操纵杆 分别负责 左边油压刹车 跟右边油压刹车 如果前进时要向左转 左边操纵杆往前推 用油压系统刹住左轮 右轮继续转动 就向左转 反向翼轮 夜间照明 使用LED灯 省电亮度都很够 我们这边 黑板上 这是二轮江嘉雄先生 他的绿能实验室 所以美国汽车专家 非常佩服我们拼装车师傅 一个人一间工厂 从设计制造 焊金板结电路 全都要汇 而且呢 还要教他的徒弟 制作各式各样的拼装车 让人非常佩服 这台六轮传动的电动环保概念车 虽然还没有完成 最主要是强调环保的概念 因为旧式的材油引擎 比较不环保的 刚好我们农伯 其中一项主题就是 讲环保跟节能减碳 所以这台车就阴阴而生 我们这里是黑板副动区 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象成 自己是一位拼装车师傅 看着黑板这一台 把变形金刚载运车 然后来拼土 实体的车子就在右边那台 也是沈锦贤先生做 那可以我们来拼装一下 你说怎么样互动 小朋友坐这边 我们这边有老师 好然后呢 然后就这边 这个是吸铁 然后把它拆开来 我们就可以拿来拼装 看着黑板来拼装 看着黑板 看着黑板 照着的图形来拼装 这是黑板互动区 是是是 就是等于拼图了是不是 对 知道知道 拼图游戏 拼图游戏 老少皆宜 好的好的 谢谢 那你写那个什么 102年3月25日 直日生农小听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好像是教室的黑板一样 然后有直日生嘛 了解了解 谢谢 谢谢 所以这是实体车 就是这一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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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辆 这是第三辆吗 就是 第三辈达人 这是第三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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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的三辆车嘛 刚才是第一辆 入口最有一台 就是第二辆 这个是第三辆 那几个轮子 了解 谢谢你 我过着轮子 两个轮子里面都有一个同动作 所以它怎么样 在行走有非常的稳荡 一般来讲 我们这次不是几轮转动 两轮 几五轮 四轮 这种轮 六轮 所以是 OK 来 搬带一下 跳几个并測器 走一个 留着几个 来 有几个轮子 三轮 三轮 有三个轮子 有三个轮子 所以它在沿坡路上 那我们受伤者 当你受到这个保健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 接着他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沿坡的那种情况 那个减压的动作 好 这部车还有 最后的一种的 动作 它是一个 变冷 下来的 就 再续爬 续爬 续爬 这边能夹到几颗电子 再续爬 四个 这边还夹到 有人想说 它立下 不够 那把 那样 它的电力三 才会准备一种 准备 再拉回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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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边 有没有 看这张车 没有 女性通告也很少 因为现在 就是先导国际的职业力 所以女性通告 尽量参加国际的行为 如果我看到一个 带个帽子 跟东西的温柔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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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